嗨,各位大家好,我是仲藤老师,德克老师 今天还是一项进入到我们自然拼读 以及国际音标的应用学习 第三循环,过去式 以及复数型的一个练习 在上堂课,上个循环 我们讲的一一 在这个原因啊,是搭配了一个 我们讲的复数型的 以及过去式一个练习啊 那今天我们要跳到我们的下一个 循环,也就是我们在讲的 字母 I的一个发音 好,那上一堂课我们教了 最后我们教了,E-Y-E I,I I,所以我们要 E-Y-E-S Eyes Eyes Eyes,那我们也教了 E-Y的这个发音啊 那当然E-Y,有的时候它会念E 有的时候念AD A,以及 E这两个音啊,所以啊 我们有教过Pray Prayed Prayed 以及Praise Praise Praise 以及Keyes Keyes Keyes 和音的地方我们找的是I 那我们的尾音Code 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选择一个B 好,选择一个B在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也可以有什么呢 也可以有B1的一个组合啊 那给同学们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啊 IB跟IBE 好,IB跟IBE 好,所以 好,来做一个练习啊 好,那注意啊 那我们看到在IB的这个地方啊 IB的这个地方 如果它有过去式,它就是IBBED啊 好,那同学们要稍微小心啊 我们看这边有IBE 好,IBE的这个地方 如果它有过去式,它是IBBED 所以这个地方啊,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在讲啊 你会懂不懂得这个圆辅音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啊 好,那当然IB如果有复数型的话 我们是直接替它加上S 好,直接替它加上S 如果它有过,如果它是有过去式的话呢 反而它是啊,它会做一个IBBED的一个做法啊 那我们看上面啊 如果是,有过去式的话 它会是在IBBED啊 这样子,这样来加啊 好,所以说一般的同学们要小心一点啊 也就是说,IBED啊 并不是IBBED啊 这个,这个,这个 跟老师一起来看一下啊 好,所以有过去式 其实是要重复一个字尾 然后再加ED 好,再加ED 好,所以我们如果遇到生词去判断它 到底是IBED还是IBED 就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先看IB 如果有复数的话会濁化 我们念什么呢 好,那同学们来看啊 IB, EIB, EIB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short vowel,短圆音 short vowel,短圆音 并且啊,在IB的时候 我们是用一个关闭音节来去 来去做一个发音哦 所以它是一个closed syllable 关闭音节 那配合的声词只有一个啊 那我们看IB这个选择的时候 我们的声词 开头的首音是cr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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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eps, creeps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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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eps 那在IBE这个地方一样 如果它有过去式的话 如果有的话 我们怎么去加过去式 我们就直接加ED了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去1加ED 如果有复数型 就是去1加ES 是这样判断的 那当然我们Page 今天找到的生词 没有这个去1加ED的这个 只有去1加ES 所以去1加ES的话 我们来看 第一个手音是BR Unset是BR BR 那第二个我们来 找到的是TR 找到的是TR 所以今天我们刚好 有交到CRBR 这个叫做R blend R的一个混合音的一个念法 所以我们来看BR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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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 CH CH 那配上IBE是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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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1加ES 那记得S 遇到B要酌化 S遇到B要酌化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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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TR Tri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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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们搞清楚这个B跟ES 我们讲着遇到前方的 我们讲的S或ES 遇到前方是着化的 这个我们的B的时候 要着化音 同学们还是一样 如果喜欢总统老师 特别老师 在那边提供给你 自然聘读规则 国际疫苗的应用学习 如果喜欢的话 也欢迎在老师影片后 留个言 按个赞 做个分享 如果你对语法 发音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也欢迎你在老师影片后方 留下你的问题 老师看到 尽快给你个答复